老人被未牵绳的宠物犬吓到摔伤 宠物主人反告老人格杖 另一男子被宠物犬咬伤后 将宠物主人告上法庭 结果却出乎意料 同样是宠物犬引发的祸端 为何审判结果大相径庭 宠物商人谁知此额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张阿姨和李婉儿同住姨壮楼 张阿姨是位七十岁高龄的退休教师 李婉儿是外籍高管 两人虽说是邻居 但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交集 可张阿姨却一直诉状 将李婉儿告上了法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从小区里的一场意外说起 这天清晨 张阿姨牵着她的宠物犬豆豆出门买菜 买完菜回到楼下时 大堂门禁紧锁 张阿姨一只手拎着菜 另一只手牵住豆豆 费劲地在衣兜里摸门禁卡 就在张阿姨掏出门禁卡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只见豆豆的身旁忽然冒出一只体型较大的狗 这只大狗正扑向张阿姨家的豆豆 看到这一幕 张阿姨吓得两腿一软 一屁股往地上坐去 张阿姨生怕摔坏了骨头 就本能地用手往地面上一撑 顿时张阿姨左手腕一阵剧痛传来 张阿姨忍痛挣扎了几下 但根本就站不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张阿姨看到 离自己急迷远 有位中年妇女 情急之下 她大声呼救 中年妇女迅速跑过来 将张阿姨扶起 并在张阿姨的要求之下 帮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还跟随救货车 去了医院 又是挂号 又是垫付医药费 张阿姨对这位陌生的好心人 感激不尽 经诊断 张阿姨左手腕骨折 必须通知家属签字 进行手术治疗 闻讯而来的是张阿姨的孙子 张小光 张阿姨对孙子说 小光啊 今天多亏了我运气好 摔倒的时候 碰到一位好心的阿姨 把我送来医院 这才及时得到了救治 他人呐 就在外边 你去替奶奶好好谢谢人家 张小光听后 赶紧来到病房外 看到走廊的另一端 徘徊的中年妇女 猜测 那位就是奶奶口中的恩人吧 张小光赶紧跑过去 没想到 中年妇女却惊慌地喊着 小老弟 小老弟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声对不起 让张小光十分不解 中年妇女明明是奶奶口中的恩人 为什么一直道歉 难道奶奶受伤的背后 另有隐情 张小光觉得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她决定 和这位中年妇女好好谈谈 问清楚 奶奶为何会受伤这么严重 中年妇女说 她叫刘洪娟 从老家到上海做保姆 在老乡的介绍下 被张阿姨的邻居 李婉儿雇佣 在李婉儿出国旅游期间 每天负责来遛遛狗 照顾一下她的宠物犬 李婉儿家的宠物犬名叫小贝 刘洪娟接手之后 发现小贝虽然个头很大 但是聪明 乖巧 非常让人省心 放松警惕之后 刘洪娟遛狗就不再用狗绳牵引了 这天清晨 买完菜的张阿姨 牵着豆豆回家 就在楼下大堂寻找门禁卡的时候 恰逢保姆刘洪娟遛狗回家 无人牵引的小贝 撒着花儿的往家跑 当小贝看到张阿姨身后的豆豆时 更来了兴致 瞬间就扑到豆豆跟前 边叫着 边上窜下跳 跟豆豆玩 张阿姨 被眼前凭空出现的大狗 吓得措手不及 摔倒了 倒地时 先触地的手腕一阵剧痛 导致她一时站不起来 只好大声呼救 这一幕 被追赶小贝的保姆刘洪娟 看在眼里 刘洪娟意识到 自己遛狗闯祸了 这才赶紧跑过来 将张阿姨扶起 并帮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之后 刘洪娟迅速地将宠物圈 带回雇主家 陪同张阿姨去了医院 充当了好心人 尽管如此 刘洪娟终究心里有愧 这才向张阿姨的孙子张小光 吐露了实情 得知真相后 张阿姨的家人认为 刘洪娟只是保姆 宠物圈闯了祸 还得先找到宠物圈的主人 于是 在小区业主的微信群里 张阿姨的家人 联系上了宠物圈的主人 李婉儿 人虽然联系上了 可李婉儿此时正在国外旅游 她表示 让张阿姨先垫付医药费 安心治疗 等自己回国之后 妥善处理此事 于是 张阿姨自费了数万元 进行手术治疗 张阿姨原本以为 这场风波马上就过去了 然而 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李婉儿回国后 不仅没有赔偿自己的医药费 反而给自己发来了律师函 李婉儿的转变 让张阿姨十分不解 李婉儿明明是过错方 她为什么发来了律师函 几周后 张阿姨得知 李婉儿回国了 正准备联系她 协商赔偿事宜 没想到 却收来了李婉儿 发来的律师函 在律师函中 李婉儿措辞严厉地 警告张阿姨 说张阿姨的受伤 跟李婉儿家的小辈 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要求张阿姨 立即停止 在小区业主微信群中 散布不实言论 看着李婉儿 与自己视同水火的架势 张阿姨不再联系她 而是一纸诉状 将她告上了法庭 要求她承担 十万余元的赔偿责任 庭审中 李婉儿对张阿姨的诉讼请求 完全不认可 她坚称 张阿姨的受伤 跟自己家的小辈 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张阿姨 不仅诬陷小辈 还讹诈 把她送到医院救治的 好心保姆刘洪娟 面对李婉儿的指责 张阿姨委屈极了 为了还原事发的经过 她向法庭出示了两份证据 一份是保姆刘洪娟 下楼时的电梯监控录像 在录像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 刘洪娟背着双手 小辈正兴奋地 围着刘洪娟脚下打转 身上根本就没有牵引绳 另一份证据 是张阿姨的孙子张小光 在医院里 和刘洪娟谈话时 偷偷进行的手机录音 在录音中 刘洪娟亲口描述了事发的经过 并向张阿姨的家人表示歉意 看到这两份证据 李婉儿一下子懵了 因为刘洪娟跟她描述的事发经过 跟张阿姨证据所证明的事实 完全不同 一方面 李婉儿申请法庭 对这份录音进行声音鉴定 以确保这是保姆 刘洪娟的声音 另一方面 李婉儿要求停后 向刘洪娟进行核实 听审后 在李婉儿的质问下 保姆刘洪娟承认 张阿姨孙子的录音内容 都是真实的 是自己撒了谎 但同时 刘洪娟也要求李婉儿 自己撒谎 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希望李婉儿能够帮帮她 那么 刘洪娟为何在录音中 坦白了一切 后来反而要撒谎呢 原来 刘洪娟在闯祸之后 托老乡四处地打听 得知 张阿姨的骨折 有可能引起伤残 自己将面临高额赔偿时 刘洪娟动了撒谎的念头 在雇主李婉儿回国之后 刘洪娟故作委屈 深冤告状 谎称自己牵着小辈回家 碰到张阿姨摔倒求助 自己好心地上前搀扶 反被讹诈 至于业主微信群里 所传的另一个故事版本 那是张阿姨 谎称自己的受伤 是小辈所致 医院里面的录音 那也是自己 完全没有法律意识 在张阿姨的孙子 张小光的胁迫之下 稀里糊涂 把责任拦到了自己的身上 还连累了李婉儿 听刘洪娟这么一说 李婉儿顿时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于是 李婉儿决定用法律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给张阿姨送去了律师函 没想到 自己其实是被保姆 刘洪娟给蒙骗了 得知真相的李婉儿 既气愤又委屈 尽管她承认 张阿姨的受伤 跟自己的宠物权小辈有关 可张阿姨提供的录音 是偷录的 不合法 不能作为法庭证据使用 那么李婉儿的辩论意见 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这就是本案 要讲的法律知识点 偷录的手机录音 是否可以作为诉讼证据 我们知道 诉讼需要证据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现场 受害人很难当场取证 往往需要事后 在协商或者谈判当中 利用录音录像设备 对事实进行一定的还原 那么偷录的录音 能否得到法院的采信呢 根据案发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 对可以作为证据的种类 进行了规定 包括当事人的陈述 书证 物证 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等 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 又对不能作为证据的情形 做出了规定 对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或者严重违背 公序良俗的方法 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 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我们回到本案 张晓光手机中的录音 属于民事诉讼证据种类中的 电子数据 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 同时呢 这份录音形成的环境 又是在医院病房走廊的 公开场所进行 保姆刘洪娟 也是自愿描述了事发的经过 和承认自身的过错 完全不存在胁迫的成分 所以啊 这份证据并不存在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或者其他违法的情形 完全可以作为证据 供审判人员认定事实 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为 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 不仅包括咬伤等通常情形 也包括受害人因受到惊吓 而诱发损害的情形 被告李一婉儿 饲养的宠物犬 外出时未进行牵引 导致张阿姨受到惊吓 摔倒受伤 作为动物饲养人的李一婉儿 应当对宠物犬 所致张阿姨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李一婉儿向张阿姨赔偿 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共计十万余元 那么保姆刘洪娟 就此置身事外了吗 当然不能 根据案发时的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致人损害的 应当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可以向雇员追查 根据此规定 雇主李婉儿 在向张阿姨做出赔付之后 有权向她所雇佣的保姆刘洪娟 进行追查 所以在判决作出后 李婉儿要求刘洪娟承担所有的后果 面对十万余元的赔偿责任 刘洪娟吓呆了 李婉儿也渐渐冷静下来 知道自己的要求 对于并不富裕的刘洪娟 着实有些过分 最后 在两人的协商下 刘洪娟退还了李婉儿 两个月的保姆费 获得了原谅 在刚才的案件中 保姆喂牵狗绳 疏忽大意酿成祸端 作为动物饲养人的李婉儿 依法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 而接下来这个案例 宠物主人同样也是喂牵狗绳 小狗还将人咬伤了 听上去 这个情节更加的严重 可最终承担的责任 却大大减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男子好心劝驾 遭到辱骂 他的宠物犬为保护主人 闯下大祸 商者将男子告上法庭 男子却认为 宠物犬咬人 事出有因 宠物犬被激怒后伤人 这种情况下 宠物主人是否需要承担 赔偿责任 宠物伤人 谁知此额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一天 南方某小区 一只宠物犬伤人了 只见一只小狗 戳一中年男子的腿咬去 中年男子 哀呦一声 坐倒在地上 双手捂住小腿 鲜血不停地 从裤腿中渗出 中年男子 似乎是吓到了 急忙呼喊 站在一旁的老父亲 爸 爸 流血了 快送我上医院 老父亲气鼓鼓地 不理中年男子 而且没有怪罪 宠物犬主人的意思 宠物犬主人 看到自己的小狗伤了人 顿时慌了神 一把把小狗 从地上抱起 但小狗仍然冲着 受伤的男子 不停地狂叫 引来不少围观的人群 围观的好心人 看到小狗的身上 没有拴牵引绳 好心地提醒 宠物犬的主人 不要耽误 赶紧送伤者上医院 在大家的提议之下 宠物犬的主人 和中年男子的父亲 将中年男子送往医院 经诊断 中年男子是外伤 动物智商感染 医生当场开具了 破伤风 免疫球蛋白等药物 共计三千元 在医院的缴费窗口 重拳的主人 刚掏出银行卡 准备缴费时 却被中年男子的父亲 一把制止 这事不赖你 都是我儿子的错 你把卡收回去 说着 就自掏腰包 支付了医药费 这就奇怪了 儿子被他人的宠物犬咬伤 老父亲非但没有怪罪 宠物犬主人 反而怪罪起自己的儿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儿子做了什么 为何会被宠物犬咬伤 这一切还要从老人的儿子 说起 老人的儿子 老人的儿子叫周刚 年近四十 还光棍一条 由于母亲去世的早 周刚一直和退休的父亲同住 父子俩多年相依为命 几年前 由于周刚吃不了工作的苦 辞职在家 周刚的生活费 开始由父亲供应 但久而久之 周刚不仅工作不着 还养出一身惰性 父亲发现周刚啃老的苗头 开始对他数落和教育 而且钱也不再给了 想以此逼着周刚自力更生 可父亲的做法并不奏效 每当周刚钱不够花了 就和父亲一番争执 对父亲破口大骂 甚至大打出手 周刚的行径 被同住一楼对门的邻居 高大勇看在眼里 这天中午 正准备吃饭的高大勇 又听到窗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只听周刚恶狠狠地说 快把钱给我 怎么那么多废话 高大勇顺着声音 瞧向窗外 只见周刚已经把父亲推倒在地 一只手重重地按在父亲的领口 另一只手朝父亲裤子的口袋摸去 显然是在抢父亲的钱包 看到眼前这一幕 热心的高大勇立即往门外跑去 他想制止正在殴打父亲的周刚 不料高大勇的这一举动 不仅没能顺利化解这场矛盾 反而给自己惹上大口袤 高大勇夺门而出 但比他更先到达事发现场的 是他的宠物犬 石头 看见主人冲出去 石头也跟着高大勇一起冲出 高大勇三步并坐两步 一把抓住周刚的胳膊 把他从父亲身上拽开 周刚亮腔两步站稳后 气急败坏指着高大勇吼道 怎么又是你 少管老子家闲事 一旁聪慧的宠物犬石头 看懂了主人的一举一动 仿佛在为高大勇撑腰和帮枪 高大勇劝周刚一句 石头就朝他叫唤一声 恼羞成怒的周刚 把一枪怒火都撒在了石头身上 抬脚就向石头踹去 就在周刚落脚动作迟缓之际 石头一个箭步扑上去 朝着周刚的腿上咬去 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被高大勇的宠物犬咬伤之后 周刚的一条小腿鲜血直流 高大勇和周刚的父亲赶紧把他送往医院 好在周刚只是轻微的外伤 打了针就回家休息了 这次风波后 高大勇本以为周刚的秉性会有所收敛 可没过多久 高大勇竟收到法院的传票 他被周刚告上了法庭 这下高大勇彻底坐不住了 自己好心化解周家父子的矛盾 为何被周刚告上法庭 原来周刚被宠物犬石头咬伤之后 始终觉得一口窝囊气不吐不快 在得知自己的医药费还是父亲出的 更是咽不下这口恶气 于是周刚找人帮忙 写了一纸诉状 状告高大勇 要求他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 收到法院的传票 高大勇很疑惑 因为事情发生时 自己确实没有牵引石头 可石头伤人的行为 又是周刚的攻击引起的 那么高大勇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知识点 动物饲养人不承担或减轻责任的情形 根据案发史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8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能够证明 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2021年1月1日 侵权责任法 已经被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取代 这个法条为做修改继续沿用 法条的通俗理解也就是说 宠物主人要对宠物的行为 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 一旦宠物伤了人 宠物主人就势必要承担赔偿责任 但如果是对方的不当举动 引发了宠物的攻击行为 那么宠物主人就可以因此减轻责任 甚至免责 回到本案 在法庭上 高大勇一五一十 陈述了事发的经过 但周刚却声称 高大勇出门不牵狗绳 两人发生争执之后 高大勇放狗咬人 这才受的伤 听到儿子把事实编得面目全非 旁听的父亲气得拍案而起 周刚也因为虚假陈述行为 被法庭警告之后 不得不如实讲出了事发的经过 法庭审理认为 本次动物伤人事件的起因 是周刚推丧其父的行为 被高大勇制止 索要钱财的目的没有得逞 因此心生不满 继而迁怒高大勇的宠物犬 继而起脚攻击 周刚作为成年人 应当明白在这种情况下 小狗容易被激怒 引发咬人的行为 因此周刚在本次事件中 存在重大过错 最终 法院判决原告周刚 承担70%的主要责任 被告高大勇 只要承担30%的次要责任 赔偿周刚900元钱 吃一切 掌一智 经过这场风波 周刚明白 无论生活上好吃懒做 还是法庭上偷奸耍滑 都不会有好结果 只有本分踏实的做事做人 才是出路 最终 周刚向父亲真诚地道歉 也和高大勇握手 言和 观众朋友 今天的两个案件 都是由 饲养的宠物引发 宠物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理应被爱护 但凡事过犹不及 宠物固然爱自由 无拘束 但自由 一定要在恰当的时间和场合 尤其在公共场所 宠物主人 务必要做好 宠物的管束和牵引 切莫向案例一中 李婉儿家的宠物犬 肆意撒花 酿成意外 最终 付出了高额的经济赔偿 也要提醒各位 千万不要向 案例二中的周刚 挑衅激怒宠物 最终 被小狗咬伤 还要自掏腰包 进行治疗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